听说您拍摄电视剧号手作为之前 就涮入到部队进行学习 请问您学习了多久 有什么样的感受 您觉得这段经历跟于饰演这个角色有哪方面的帮助 去到部队最重要的就是跟官兵们有一些交流 然后问了一些问题 当然就是看能不能跟角色有重合的一些感受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去看了导弹车 然后看了他们的实际的操作的流程 这个对我们在戏里边去拍这一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拍起来会累吗 累看你每一天的状态吧 我觉得可能今天晚上没休息好 可能会累一些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都还行 没有我是为了展示这个 不然就在下边去了 怎么老判我不好呢 那那个我们继续请问 好 之前那个看您在走总坛的时候 就是站定的时候 好像下意识地有一个就是找呼吸人的动作 所以拍摄耗手各位之后 对您的那个一场生活有没有一些的改变 一些习惯 我在拍的时候 后来我才发现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站立定的时候 这个手是要 这个手指是都要合着的 我呢就老习惯这样张开 然后好几次导演都说 哎 你的手 小心你的大拇指 对 这是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后来就是这个戏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现在看您的就是这个短发的造型 非常的清爽帅气 然后之后就是考不考虑说 可能就一直由着这个短发的这个形象 我觉得看吧 当然首先要把这个戏拍完 应该都是这个发型 然后我也没想好这个问题 对对对 等拍完了再看吧 好的 那您有没有想过就是有一天会自己去设计珠宝 然后平时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类型的珠宝 来进行搭配呢 设计珠宝有想过就是设计一些东西 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具体是什么样的 我还真没想过 前几天就是你给大家推荐过部队的代码 然后还上了个搜 现在这种有给大家推荐过吗 没有 好吧 那等天使也太兴奋了 对网友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体会 每一次拍一个新的角色和新的剧 都是一个不一样的经历和体会吧 上次您说就是担心你跳舞不好 所以你没有跳舞是为了粉丝负责 但是 不是担心跳舞不好是本来跳舞就不好 但是还是有一些粉丝是您的舞蹈犯 你有什么 疯了吧谁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我得给你们拔拔卖了 最近有粉丝说您就是早早变汉汉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上次拍了一个照片 然后那个嘴巴很干嘛 其实那个是做的 那个是拍那个戏 那场戏需要是因为他们在 好像是在野外执行一个任务 然后就是好几天大家都没有喝水了 所以就是做成那样的 对对对 他们本来也不担心 你看他们在网上说 记得喝水涂唇膏啊 其实他们就是说说而已 好吧其实粉丝还是很在意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喝毒水啊 然后保养的方面 大家也很在意 我喝 当然我也会喝足水 然后就是之前您会提醒粉丝 到天冷了之后会穿秋裤 那么今年冬天呢 其实也不是暖冬 然后那你这边有什么防寒的心得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防寒的心得就是 就是别想着美和帅和酷 就是还是得把自己穿暖和一点 那不久之前然后您被拍到就是 加飞机之后可能刚下来的时候 就非常帅气的 但是可能出机场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些冷 然后就迅速的进了车里 瞬间就翻车了 我没有什么回应啊 就是冷暖自知呗 私下里我就是反正我就知道 热了会流汗 冷了会哆嗦 就是还是比较叫小鸟腿 对 对 回学校 然后接过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网友说你是狗狼 然后尤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怼人非常的精彩 然后很多看过你采访之后 就会变成你的采访粉 然后你可以用一句话怼一下你的采访粉吗 我这是 我这是一天我是疯了还是怎么 就是谢谢大家 就是喜欢我很多 一些点吧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开心和快乐 也在这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 谢谢 谢谢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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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有吗 谢谢 谢谢 好 好 我们今天的情况 谢谢各位媒体